那師傅好了,不好的生肖請起快 這樣吧,我之前說太歲 其實有幾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形衝破害,第一個是屬鼠 第二個是屬馬 第三個是屬雞 那為什麼,如果你是犯太歲 是避免結婚呢 容易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一你就容易因誤解而結婚 或者因為衝動 又或者是一個很不正常的情況之下 就是以為那件是好事 誰不知原來是 不要說了 因為我都處理過 可能八九月之後才滲笨 因為原來有很多事情 是在你不清晰 或者不開心的情況之下 以為那個是你的另一半 其實那個再相處下去 原來很多事情是大家的思維落差都很大 這樣就無謂了 很慘的 就是更慘過沒有結婚 是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那個事情的生肖 寧願你多看清楚一點 就是不要一下子立即結婚 你反而就說 如果我跟他在拍拖的話 我等多幾個月 再看清楚那個人是不是一個 Mr.Right 是 還是我自己純粹一下子的衝動呢 不只是男士的 女士都會這樣的 是 女士在這樣的意亂情為的年份呢 一下子去旅行覺得浪漫 哎呀 去下插機就了一隻龜了 是 這樣就做了老襯的了 是 有時候男妹生病早結婚 就是女士都不可以亂來 是 因為在一個不清晰的情況之下結婚 到幾個月之後可能就會說 哎呀 就知道你贏了 又來問榴槤的時候 又哭到紙巾都用了 是 OK 那就是要注意一下 是 因為我也試過有些客人 是 太歲之後結婚 是 拜拜 拜拜